我们和法界是连接的 这个连接法界的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就是这个敌 这个敌是什么呢 现在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宝月轮 月轮即是活泼泼圆脱脱的一个月轮 光灼灼光而不要的月轮 这就是三摩地菩提心 又叫十相菩提心 有了这个菩提心 你才能够行菩萨道 然后才能几功累得 所以是才有后面的阿兹本不生 方便为究竟恒顺众生 去自觉觉它 所以是佛法核心 就是我们原本是佛 我们今生咱们成佛 就是这么一个核心教育 其他的都是方便教育 这个为了说成这个事 为了办成这件事的教育 辅助方法 核心方法 就是明心见性 显宗呢 叫明心见性 密宗呢 要见空性明体 这是核心的教育 也是基本功 也就是你学佛 没有这个基本功 一辈子瞎胡闹 所以是未塞节的意义 在意提醒我们 要见空性明体 要见宝月轮 这个并且要把这个宝月轮 向外能够连通 向内能够连通 通过这个宝月轮向外连通 叫身根故底 长生久世之导 大家知道一个西瓜 这个有一个瓜蜂 瓜蜂连接西瓜 有个瓜笛 这个瓜笛 如果西瓜从这个瓜笛脱落 西瓜还没有熟 这个西瓜就是个坏西瓜 就烂掉了 只有这个西瓜熟了之后 从这个瓜笛可以脱落 那么叫瓜熟地落 我们人 这个因为妄想执着 而有了这个人身以后 我们和法界 是连接的 这个连接法界的 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就是这个笛 这个笛是什么呢 现在给大家讲 就是这个宝月轮 那么食素之人 不修炼的人 自以为是 把这个 自己的这个生命体 和这个瓜笛 给切断了 脱落了 脱落了之后 这就是什么 变成个坏瓜了 变成要烂的瓜了 变成了要六道轮回的瓜了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 说你这个瓜怎么怎么样 中文里面 说你这个瓜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个瓜 你的瓜笛 脱了没有 你如果成道了 你不需要这个帽子了 不需要这个瓜笛连接了 因为你叫瓜熟了 地落了 你自己能够去繁衍后代了 瓜长成了 长熟 熟透了 有种子了 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熟的 独立体了 你可以繁衍后代了 所以这叫瓜熟 从这个帽子上脱落了 叫瓜熟地落了 不熟的时候不能脱落 否则就是一个坏瓜 就是一个败瓜 失败的败 败瓜 外瓜裂枣 所以我们人生 我们人生要心静长弦 西天月 要圆成一仙 把这个瓜笛 身根固笛 固是兼固 使之和道体连接 不要脱落 叫固笛 兼固这个瓜笛 所以心静长弦 西天月 是我们能够从法界 这个长青藤上面 获得能源能量 补充供养的唯一一个渠道 如果不修炼 额前天墓 这个宝月轮 不兼顾这个瓜笛 这里一片漆黑 我们人 这个生命体 就从法界明体中 脱落了 脱落了叫堕落 一个西瓜 从这个瓜面上脱了 脱了那个是西瓜架子 把它架的 结果它就 就掉下去了 掉到哪里去了 掉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 如果我们能够 顾这个敌 甚至把这个 保月轮 放到肚子里 放到心中心里面 去生根 这个叫新月轮 在我们的心上面 开一个莲花 莲花上面 有个宝月轮 这个叫新月轮 这个叫生根 我们如果能够 我们如果能够身根 顾敌 就能够获得永生 不会多六道轮回 这是月圆节 魏赛节 最大的秘密 就是每一次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释现涅槃 释现入胎 都借着天上 有一个圆月 明月夜 来释现 那么为什么 内成外就 因为他过去生 是一生补处佛 所以他从入胎到成就 都要视现这个月圆 是借着外面的月圆 提醒我们普洛大众 你的月圆了没有 所以是在三摩地菩提心 龙树菩萨 有个金刚鼎中 发菩提心论中 特别强调 月轮即是